10月13日,小龙女吴卓琳在社交网站上又开始放闪秀恩爱了,不仅晒出自己最新的帅气写真,宠女友的眼光也是甜到爆炸了,据说两人还预告今天要做直播呢? 不少观众纷纷表示这俩人如今工作刚刚走向正规,做了老板之后,生活上也有了质的飞跃,穿衣打扮完全是最时髦的小年轻,但在这个关口宣布再次直播难道是又要找爸爸吗? 女友身上的首饰也带了很多,最新的写真也越来越惊艳,嘟嘴卖萌还有点小性感,甚至在社交网站上呼吁大家来看他们的直播 看来是又有大动作了,还佩文表示一对相爱的夫妇和对于艺术的热爱 看来工作一直做得还不错,只不过首次创业的小龙女大概也是会遇到一些瓶颈,这次直播可能是要引起老爸老妈的关注,寻求突破口 说起来小龙女和女友距离上一次直播已经大概六个月了,而且两人创业的经验度未零,小编大胆预测创业失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这次直播大概主要的目的除了引起大家的注意还有就是可能要找投资方吧? 毕竟之前小龙女总是晒出两人的写真,不论是甜蜜的还是露骨的写真集,都已经赚足关注度,不过裸露半身合体写真却引来不少网友吐槽 已经找不到什么看点了 如此来看,小龙女和女友两人的创业过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轻松,而在19岁的小龙女吴卓琳身上的单子还是很重的 在经历了离家出走,自残,退学和女友流落街头等一系列的荒唐事之后,小龙女的抗压能力大大增加,如今我们除了心疼她就是希望她成熟懂事啊